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最先搞清楚了真相 因为他是今天凌晨五点才到北京 所以他早上起来最早得到这个消息 我是被你出卖的是吧 没有没有 你可以说说你刚从黄山下来 猛然遭遇这么个事 你的感受 我黄山下来是很辛苦 然后早上一睁眼 也是跟你一样被游移库炸了 然后别人就问我 说知不知道游移库什么事情 而且很明确三里屯又一库事件 我还以为是什么着火了 或者是怎么的 你就说我们就是多少个办公室里 那种这个爆发出来 那种欢乐 那种高潮的那种感受 让我觉得咱们这个人类 真是有一些让我们又羞愧 又忍不住的东西 是不是 对无可救药 严格说来 你仔细看拍的人 如果他是对方都知道的 这个双方其实都没有犯法 对不对 这一男一女 他们做的事情 也没有犯法 客观上得意的是 那个商家的品牌 对不对 要不是那个品牌 这个东西不会传那么远 但那问题是 谁把它放上网 这个按张力刚才说法 就散布黄色录影带 所以马上就犯了 北京警方要出动了 如果说不是这两个人 是第三者出于别的目的 那这个犯罪就更加明确 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的碗 我直接看到的是一篇 这个营销分析 所以以至于我今天上午 一直处于一种 就迷迷糊糊当中 我不可思议 因为那篇营销的那个博文 是告诉我 就是说当成真事告诉我 这是优衣库的一个营销 甚至是他们一个微电影 什么上线 你知道这些东西让我看到 我也没看到那个录像 我就这些地方 我就看 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搞一个营销呢 我怀疑 对啊 我刚开始判定 我觉得我也看到了 就是有各种调侃 包括以这个游衣库的 这个对手的各种品牌 它的调侃 对手的品牌 说我们这十一间更宽敞 开始了就 但是我的第一感觉 我觉得就 我跟薛奥是一样 我说这个是怎么传上去的 我是不太相信是一个营销 我是觉得如果商家拿这个案例 做营销的话 特别是这样一个 还是一个国际大品牌的话 那太有 就是我觉得他也太不明智了 所以我就跟你诚实 而且也是犯法的 先不说犯法 我是觉得从一个正常的 一个商业的一个判断来讲 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拿这个来营销 但是关键就是 我那家店去的人肯定多了 去考察的是吧 去试衣服的肯定多了 以后成了圣地了 但是我是觉得 女孩还会火 对不对 我们分析过 你还别说 我说为什么我们人性当中 有些让我们羞愧 但是我们又忍不住的一些东西的 我看见一个人家 有个信佛的朋友 发了一个东西 对 也让我感到这个触然心惊 就是这信佛的朋友 你看他怎么说 他就说 你们这帮 希望大家能够善思维 不要跟着优衣库视频的事起哄了 姑且不论姻缘 假设他明天自杀了 你们所有参与传播和起哄的人都是帮凶 看到身边那么多朋友 平常都是不错的人 却集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在朋友圈 展示了你们最恶劣 卑鄙小人变态的一面 我真的很震惊 因果不昧 请你们自重 说的挺好 我也觉得真是有点惭愧 其实包括很多 现在网上又传出来 比如说这个女孩有什么样 个人的 我从我的直觉来讲 我都不太相信 我就觉得 某种角度讲 他们真的是受害者 你这个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有了一种 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很多事情我也看不清了 我现在就觉得对很多事情 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跟你说 我采取的态度就是不表态 就是我因为 因为就说这个 这个没有任何真的东西了 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条件反射 你看我们的制片 一说这个就像这个 优移库营销 现在你注意到没有 所有没有认真的讨论 因为所有的讨论都说 它是炒作吗 你看 你就不想聊了很多事 因为实际上 我还是凭常识看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不至于出这种炒作 前一阵有个什么事 我有点忘了是什么事了 但我记得商家最后的反应 他开始说 他说这不是我们公司的炒作 意外事件 不是 我们个别员工 我们员工 你知道有的时候 是你这个网站 也许有个员工 他为了炒作 但是他没有领导审他 他自己就搞出一个东西 最后站在公司的层面 他是不能认是是犯禁的 但是现在你比如包括这个电影的营销 可是困惑的是 有的时候你确实闹不明白了 有时候看这个导演骂起来了 那个编剧写了个博客 或者这个电影有了好评 这个观点受到了重视 他说他炒作吧 他营销吧 那个明星给拍了这个狗仔队的这个照片 你首先想到的不是有没有侵犯他的隐私 你第一个印象就是是不是他找人拍的 你要照这种思维去测度一切 我就觉得这社会就没意思 这是网络安全的问题 如果是某人失误 就是不小心的 那这是一等错误 就是比较低的错误 如果是网络营销 这是严重一点的错误 如果是出于个人恩怨 是恶意的 那是更重的错误 充分 我上了正式课啊 充分证明 你们现在芦苇管的这个网络安全啊 我们不是现在说网络安全 是跟领土安全一样重要的吗 这就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 是多么需要的 争顿的 真是 所以你很多事 我就是觉得 李经您有没有这个体会 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出了一个什么争议 或者出了一个闹剧 你会往那个地方想吗 商业营销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一种的 大家惯有的一个思维方式 无论出了什么新闻 首先在想 它背后是不是都有商业动机在里面 我就记得 以前我看过一个 一个小的剧 就里面有句台词 就是特别好 他就说 不管是什么好名恶名 只要我出了名就行了 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普遍的心态 比如说 就讲这个视频吧 我刚才讲 比如说 我在我看来 我可能还稍微有点传统的想法 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受害者 我在这个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现代人 受过教育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两性关系上 我还是赞同那个 李英和李老师的话 就是双方自愿 成人 而是私密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们愿意怎么做 反正你请我愿吗 都可以 但是呢 你这种就是违反了一个私密的原则 或者说 强行用暴力来剥夺了他的私隐 对呀 你就 不管是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是他自己愿意传的 还是比如说手机丢失 那就像 薛老师说的 那就是比如说 真是触犯法律的一个 一个一个程度 这个 有人啊 好这口 就是比如说在事宜间里 这事是 不关 没什么新鲜的 在外国也有 就有的情侣啊 当然是违反社会秩序 违反社会功德 可是有些人就玩这个刺激 发现了就给认罚 但是他就弄这个 但是人家不发视频 这视频就被传上去嘛 这个问题就是视频 人家这个游戏在一个合法 就合理的一个范围内 而且呢 很多AV片呢 就是知道人性 有这种偷窥的欲望 他们就假拍这种戏 是一间了 在公共汽车上了 但是这些的效果都不如 客观上 这个品牌是获益的 这一点我们要看到 虽然我们常识判断 不像他故意做 但是客观上 他是获益的 所以说 日本人太笨了 笨直呵呵的 去拍什么AV片 我们这朋友圈 就是个大AV 这个牌子也是日本人的 日本人哪里笨过啊 哦 是吗 你这话是指什么呢 就是这个牌子是日本人的 对啊 那又怎么样呢 他获益啊 他获益 但也不是他炒作的呀 所以 你老是讲这个 我就觉得你看 就是我说的恰恰就是 徐老师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这种思维方式啊 是公安局侦探的思维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啊 老师讲很让人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安局破案 有罪推定 就是说 我要判一个案子 是谁干的 就是看谁获益 对 在很多时候你讲的 他这种思维方式 这件事情不一样 我刚才讲过了 不是 我并不是觉得他主动干的 但是他客观上获益 就是客观上 你觉得是获益 而且呢 客观上也是因为他这个品牌 换句话说 我们这样来说吧 善良的说法 他也是受害者 要不是跟他这个市医师 跟他这个品牌有关 同样这样的内容在网上多了去了 不是 没人注意 我跟你说 问题就在这 如果我们老是注意 客观上 谁从这件事里有没有获益 我跟你说 慢慢的就会有人 甚至现在已经有人 他就会主观的去这么干 对吧 现在咱知道 有的女的主动的漏 主动的漏 那就火了 火了 甚至有些地方找他去走学 大家要看 就能挣钱 就能实现利益 藏景空在中国就很红 藏景空 咱们接下来广告 也是日本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你看一个利益二字 我觉得真是让我就对很多事 我没法评判 就是看不清 甚至我们做这个节目都发生了 我觉得有时候发生很难的一种抉择 比方说 这倒是下山 说很多人骂吧 很多人骂 然后就有人说 这是营销 你知道吗 这叫差评营销 小时代 这也叫营销 小时代 郭景明给人家 就说一些个特过分的话 这是营销 对吧 然后什么 比如说大盛归来 对吧 很多人就自来水 当成水军 说 这个你以为是自来水 这就是一种 非常规的 营销方式 造成一种自来水的假象 通过朋友圈和微博 如果这种推定 我就说这种推定方式做下去 以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聊一件事 你聊它 你聊它可能就像徐老师说的一样 它客观上火焰 你是批评它也好 你也是在帮它加分 所以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直接的 比方说你不管它客观上怎么样 就是论事 这个东西还是可可询的 有有有证据 有实际的情况 你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跟跟背后背景的分析动机 还是不不不是一回事 反正你说最近的有也有一个事儿 这就跟你们这个学术界有关了 就说剽窃 涉嫌剽窃的 就是日本东京大学外科博士 有着微博认证的这么一个人 叫吕洛金 他在微博上贴出了对比 说他指控微博认证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刘刚 7月8号在科学网上 他写了一篇介绍天堂手术的文章 但这篇文章 吕洛金说呀 是盗用他7月2号发表在南方周末的 换头术最大的难点在那里 是这篇文章的 就把一些段落顺序改动了一下 然后记者对比两篇文章 确实发现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这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呢 这个刘刚的这个在微博里的这个回应 吕洛金说呢 说啊 就说你盗用就盗用了 你把文章删掉了 你给我道个歉就完了吧 但是这个刘刚呢 不删文章也不道歉 他做出的反应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在文章后边加了一句 本文的写作内容 基本参考了吕洛金的 就是我把出处列出来了 就是他做了这么一个反应 所以吕洛金就很不满 然后呢 这个刘刘刚就回应说 感谢你对该文章的关注 我已经把该文的出处 标注出来了 哎 你们这记者打听打听 刘刚是不是社科院 哎 我这个新闻 我还也是在在在山上的时候 看了一眼 我说怎么吵得这么厉害 然后后来我今天早上看 好像这个人的微博 就已经被删掉了 但是好多人还说 还找不到这个人 到底是 呃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和他的一个工作单位 社科院 哲学研究所 但是 就是网上查 还没有查到他特别扎实的一些著作 或者是文章 好奇 人是有 有这个人 比较 也比较 呃 好像一斗百生的 这这么一个人吧 身份也可疑 是吧 对 反正呢 就是也有人 查到一个地方 就说是 呃 好像有刘刚 这么一个人 就是 比如说 你看啊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的官网 研究人员一栏中 并没有发现 刘刚的名字 不过呢 在这个官网的这个报道中 确实出现过 科技哲学研究士 刘刚 研究员 这就是说 也可能是 研究员等于教授 对 职称很高的 但是主要这个 有有意思的是 这刘 刘刚啊 呃 反而到最后 更这个这个 狂了 说啊 我在新浪开微博好几年了 这次终于捅了娄子 见到如此多的英雄豪杰 汇聚在我的微博下 对我展开文革一般的批判 我顿感欣慰 我承认那篇文章就是剽窃了 又又怎么样 我还不信邪了 让批判来的更猛烈些吧 看看我的耐受力如何 同时也可以看看这几天的股票 然后可能网友说他厚颜无耻 刘刚还跟网友就吵着什么是脸 等等就诸如此类的 就这种态度啊 这态度很熟悉 我都见过 谁啊 对 我不能讲谁 反正我们的圈子里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 真的就是这样说法 你说学术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也不能说很多 但是我见过 见过有这样的人 但李京就觉得这不像是学问人 我反过来讲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么多 我是觉得从某种角度讲 还是因为我们对学术界的人 还抱有一种期望 就是希望他们还是希望 我们理想当中的那 学术端正 然后为人师表 可能我们还是寄希望于 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 如果你想这种什么所谓 现在都不叫剽窃 都叫山寨啊 什么这种替换的词 其实网上就每天都在发声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 比较在意 我觉得还是因为 它的头衔社科院 这么大 中国国家社科院 这是国家的一个研究单位 我觉得这么反响这么大 还是我们还是觉得 作为这样一个级别的一个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 这个在这个做了这研究 现在身份好像 现在还说不清楚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还对这样的一个 研究机构 还抱有一个期待 但是他的这种 所谓嘴脸 只要让我们太 我是觉得真是斯文扫地 反过来我就想起 这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是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文联主席 是写了一首诗 什么没法听 湖南那边 对对 一个险基式的文联主席 但是你就想 来阳市 对你就想就是 这真的是斯文扫地 好像是熊主席 熊主席 叫熊主席 后来又写了 但是有人说 拿了一个精神鉴定 说是造狂症 人家说 造狂症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 怎么造狂症的人 也能坐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就反过来想 在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这个 有多少个职位 被莫名其妙的人 把持着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 我前几天看见一篇文章 但是这个文章的观点 也有偏颇之处 他就说就是任何社会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都存在贵族和流氓 对吧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贵族 都铲除了之后 剩下的就是流氓等等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 对流氓进行一些心理分析 流氓分两类 一类就真的是道德人品 非常差 这种流氓 这个 我认为现在已经有很多 过去咱们认为 流氓是很低层的 都是在一些胡同里 才出流氓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李京说的一样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人五人六的 一些有头有脸的人 包括说知识分子 学者 教授 他的说话 他的做事 完全是流氓的行径 那么 但是再有一种 就是恰恰你说的 个精神障碍 我那天在这个百度上 发现有一种东西 叫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这个词啊 是一种叫做 就是咱们民间说 那个撒异症 叫做异症人格 你知道这种异症人格啊 在英语里叫做什么 因为在英语里 这是一种病 它是跟 好像词根是子宫的 什么什么 原来认为是女人 才会歇斯底里 现在发现就是 男女都歇斯底里 都会有 但是呢 容易患上 异症的这种人 往往在人群中啊 有个百分之几的比例 它叫做异症人格 然后你就看这个 这个百度百科里 这几条 在英语里 管这种异症人格 同时还有一个 翻译说法 叫表演性人格 就这种人呢 在生活里 就是那种大忽悠 比如说你会见 他一说话呀 就要吸引 所有人注意 要成为 所有人注意的焦点 然后他说话的真实性 很难考证 然后呢 他就是容不得有反对意见 然后时时刻刻 要成为众人注意的这种中心 在英语里 这叫表演性人格 也叫义症人格 我就觉得现在 今天上台的很多人 你会发现 包括这种学者 经常就约 约炮 约 约架 怎么就是 打 有的真的就打起来了 给你什么一耳光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学者还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规规矩矩的 或者说是被异化的 就是不大有看 就是怎么来说 就照这个制度 循规蹈矩上去的 但真的有很多好的学者呢 骨子里是有 有孙悟空的精神的 你明白 就是有反叛性的 小毛泽东这样 或者说 就是天才跟疯子的界限 真的是差一步 真是差一步 你弄得好呢 你就是天才 真的是天才 你的学者 你不会只是做资料 不会只是做 做干巴巴的学术研究 你会有创建 但弄不好 或者说是 大部分弄得好 但是偶然 有一个侧面弄不好呢 就会你旁边人看的 觉得怎么 怎么像流氓一样 怎么能 怎么能够这样来显示 你这个中间的界限很微妙 但是我也认识 我见过不少人 对 我也见过不少 这网上的好汉 其实私下里 我们都是 也是朋友 他们跟我讲过 不是我要疯 是这个社会 把我逼疯 你知道我就意识到 这种互联网的环境下 他就会说 我是个斯文人 可是呢 斯文人讲的话 没有人会注意 他们冲我骂大街 他们问候我父母 你说 我该怎么办 然后你看 我昨天看到这个谁啊 钱力群先生 他说的一个话 也挺有 咱们先去上广告 我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见 这个钱力群研究鲁迅的 他就说 他说我呀 这个学习鲁迅的一个自我反省 自我怀疑的精神 就鲁迅说呀 我批评别人 可是实际 我解我解剖我自己 解剖的更狠 所以钱力群就说呀 他说我一向是理直气不壮 理直气不壮 他说但是我看 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气啊 壮得很 而且就在网上 就是说 越偏激的 越偏颇的意见和表达方式 越会引起别人的这个称赞 而且 但是呢 也会引起别人最激烈的反对 所以越这样 就越把任何事情撕裂成两个极端的阵营 你知道偏邦的 拉架的 看见两个人对骂的 这一下子确实能让你的主张 一下子活起来 我问过钱力群 问他的一个学生 就是你刚才讲 他引起很大的注意的 我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样 钱力群笑笑没说什么 陈平言就在旁边说了一下 不是人的问题 是传媒的问题 他说学术一进到传媒啊 就要拿掌声 就会往这个叫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角度讲 我不太同意 因为我看到传媒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有些人在传媒就没有这样 但有些人这样 这一部分是因为传媒 这个生态的关系 一部分还是跟人有关系 至于老钱 我曾经跟他讲过 我跟他讲过 他优国优民嘛 我说应该上电视嘛 对不对 我说你这样优国优民 可以得到最大的影响力 他是非常主 他的主张要让年轻的人知道 老钱跟我说一句什么 他说我不行啊 我受不了有人骂我 他说你们 你们都要 你一上电视 你一到网上 你一百句话 可能九十五句说你好 可能有几句满不讲理的讲你不好 你们都受了 我说我们都受了 我们是有九十五句好 我有九十句好也很好了 他说我就受不了 所以他心里很清楚 他说我是做老师 我受不了这样的人来讲我 所以我不上电视 老钱对自己的认识 我觉得是非常清晰 那还是留在斯文队伍里 对 所以他不愿意介入大众 你呢 我知道徐老师说的 钱老师的那个比较有名的弟子是谁 我也相信 就是说我 我不太相信 就是说他的公共场所和他私人的这种会反差比较大 我就觉得他的那个言论 跟他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是一致的 不不反差很大 你觉得私下里不是这样的 他写鲁迅的很多研究文章写得非常好的 您是说钱老师还是说他的弟子 说他的学生 明白 就是说他的研究是 研究是不错的 作为一个学者也是不错的 但是有些言论就完全换了一个人 我觉得你也是 这个斯文的人讲话就是这样 打雅迷 打雅迷 你倒是不留着言论 我回到那个教授 刘刚 他这句话有问题 他说他在这篇文章啊 基本参考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这就等于大概的意思是我基本上是操他的 所以这个没有人这样诸解的 这从诸解上 我们从纯粹学术的干活的这个角度讲 你不能这样的 最模棱两可 最偷懒 最狡猾的一种诸解法 叫参见 参考的文章 我参见李京的什么什么一个报道 这个已经是狡猾的了 你整篇参见 他可能就是这意思 微博上他认为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学术 日本参考 这个在学术界不能 但是我现在觉得咱们老说日本不道歉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可是你看日本的那个美女博士造假了 导师自杀了呀 我觉得这个这种羞耻感 这种耻感 记得住了 让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救命 这个天智 这种避免 看来